哈囉大家 今天呢我們要到樹基屋小次郎六本木的分店 就是自從呢就是看完Netflix上面壽司之神的紀錄片 我就一直很想來光顧小野二郎的店 然後這次呢我們是來到他的第二個兒子小野龍 在六本木開設的這家分店 我們分別選擇了這兩種不同的套餐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囉 別忘了打開字幕喔 這個一天不停 就讓我們去吃一口 等一口水 就讓我們來喝一口水 也讓我們來喝一下 我們來喝一口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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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這髮尾的酒 我們來喝一口水 這是一種類型的Tuna 英文名是Skip Jack Tuna 中文是ChenYu 但它是臭的味道 所以它是燒焦 然後它是燒焦的味道 這是燒焦的味道 原生的ChenYu 醬花 醬油 跟鴨魚 一起吃 像這樣 對 有不同的味道 一口吃焦的味道 它是燒焦的味道 有不同的味道 但是沒有燒焦的味道 最後一口吃 對 美國人喜歡這口吃的味道 因為它們有很多次吃 對 後來有很多市民 都來這裡 都來自從亞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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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要ige 都來自從亞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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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黔昧 海拔 很多時候未來 美國和美國 吃辣了 因為他們吃早餐 但 的時代秋風人喜歡西風 中國人非常喜歡 興趣 她最喜欢的 她的蜜蜜 很多中国人来到 有些人来到 他们来到很多人 好 好 我说 坐坐坐坐 嗯 因此,它是更容易的 我认为是很简单的工作 但是,它是不知名的 但是,它是不知名的 新闻 新闻 新闻的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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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Tafu 他已经吃了醜油 堵油和大厚的食材 台湾人叫浩 是已经煮的 日本人名字叫浩哥 台湾人叫浩 北京是糕 浩哥 浩哥 是海鲜 海鲜 鱼 海鲜 你懂的 海鲜 在中国文句 很不同 聽到不要醬油 看起來和口感像是像蛋糕 但是這個蛋糕是普通的酢蛋糕 在其他酢食店用蛋糕 它是肉類和煮的 它是開石的 看起來是肉類和煮的 以食物為甚麼 大概是更多的